这个盒子可不是一般人 只要对她许愿 她就会无条件地帮你实现愿望 可作为代价 一个愿望就要献祭一条人命 只要完成七个愿望 许愿之人也会随之吸去 赶紧点赞加关注评论区狗头保护 菜花虽然利用魔盒变成了有钱人 但她发现学校里依然有人不喜欢她 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 她向魔盒再次许愿 让她受到所有人的侵害 果然当天派对上 所有同学都像着魔一样为她鼓掌 可此时魔盒的代价也在运转中 次日一早 菜花三人逛商场时 威力就不幸掉下百米电梯当场摔死 尽管她知道身边人的死一定和愿望有关 但她还是许下了第六个愿望 同时这也是她最想要的愿望 那就是希望妈妈可以回到她身边 果然没一会 菜花就看到死去的妈妈出现在房间 这时父亲拿来蛋糕庆祝 一家人幸福地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午后 但没多久 她就看到爸爸在修理树枝 第六个告诉她下一个出事的就是爸爸 于是她赶紧下楼想去制止 但她还是晚了一会 看到父亲惨死后 她立马冲到楼上 取下最后一个愿望 她想让一切都回归到没捡到盒子之前 当她再次醒来后 狗狗依然在身边 爸爸也像往常一样在家工作 随后她就找到盒子 准备埋起来扔掉 本以为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可下一秒 她就被迎来的汽车撞飞出去 显然这场意外就是第七个愿望的代价